通條步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鎮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通條步 那市面上有很多通條步 通條步其實有很多種 使用的一些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好 那這個通條步 我上一集在講這個吊帶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分享一個事情 是說 以前我們在考試或者是比賽之前 去逛樂器行的時候 最愛買的東西 第一個是吊帶 第二個就是這個通條步 那以前的吊帶沒有現在這麼貴 以前吊帶大概幾百塊一千塊就有了 那現在的吊帶就越做越高級 然後那以前這個通條步也很便宜 就是通條步其實再怎麼貴也不會到太貴 一千塊以內可以解決 所以我很喜歡 就是我們很常做的事情就是 去買不一樣通條步來試試看 那有一部分是因為當學生的時候很疲惰 這個步常常不見 所以很多通條步我都用過 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這個通條步 哪些比較好用哪些比較不好用 哪些比較吸水哪些比較不吸水 好 那這些通條步其實有很多種材質跟形狀 好我們先來講這個材質 像這個材質呢 這個是大片的這種綠色 這個 這是亞馬拉出的通條步 還蠻大片的 有點像圍多多有沒有 好 這個通條步呢 我要講 這個通條步 猜我很小的時候它就已經有了 那只是當初它不是這個顏色 它當初是白色 那這個通條步呢 算是最常見的形狀 就是這種餐桌巾 那這種通條步有一個好處 是說 它這個步啊 我們等一下會來測試它的一些 吸水性跟它的 它這個材質跟水的一些關係 好 然後第二種呢 這個是比較晚出的步 像 這個 圓的 像那個降落傘的形狀 那這種步呢 它的最大的優點是它不會卡住 我永遠都 基本上我這個步沒有卡住過 那這個步其實它有 轉理 所以很多的 廠商其實在做的時候 其實不太能住 好 然後這個步呢 它有這個半徑 這個半徑多少 進去我的樂器 可以抓得很乾淨 但是呢 又不會卡住 也不會太鬆 像我看過一些布丟進去 它會太鬆 所以它丟進到喇叭口裡面 拉出來的時候很鬆 那我仔細再看 像我樂器裡面的喇叭口 嗯 裡面都還是水 所以 布太鬆或者是太緊 都不行 那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說這個布 欸 第一個是它的材質 第二個就是它的 吸水性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這個材質 在水上面的 變化吧 好 現在呢 就到一杯水 等我一下喔 好 我倒了一點點水在這裡面 像這個布呢 綠色這條布啊 我丟下 假設我做一些實驗 它就丟進去 倒在這邊 好 它就馬上 撕掉 它就變成 吸附在這裡面 好 那如果我今天是用這種布 這種比較像雞皮的布 我把它倒在上面 倒上去 然後我一倒它就滑掉了 所以 我倒一點點水它就滑掉了 它就像 我們洗澡上面有打蠟一樣 它就這樣子 就滑掉 所以它不太 吸不太住 所以 它的水珠還在 有看到嗎 還有一點水珠在上面 感覺到嗎 嗯 好 感覺比較難 它的那個水底還在 附著在 有很多水珠在上面 然後 它要很久 它才會 才會 吸進去 所以基本上 它要有一點點的用力 它才會 把水吸進去 那這個布呢 它的 除水的方式 跟一綱綠色的布 就不太一樣 我再試一次喔 它會像這樣子 一直就是偏鑰匙 好 然後這邊有一顆 很大顆的水珠 有沒有看到 有嗎 好 就是這個 這邊有一個很大顆的水珠 有點反光 好 那這種布呢 就是它比較 不吸水 那 不吸水的布 有它的好處 我今天如果丟到 我的脖子的地方 我這樣丟進去 它的水會像 彈出來一樣 就這樣倒進去 它會像 它會 它拉出來的時候 它會有水會噴出來 那如果是用 我這條綠色的布 拉的話 這條綠色的布拉的話 它會整塊都是濕的 好 那 它的除水的方式 就不一樣 一個是吸水 一個是把水 抽出來 它的 方法是不一樣 好 那我要講 最大的優點說 這個布呢 像這種圓的布 最大的優點是它不會卡住 因為其實我以前在 請教學生去買的時候 其實他們 不太敢花錢 他們花太多錢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想要為他們省錢 可是後來我發現其實 卡住一次的時候 其實很麻煩 喂 怎麼辦 卡住了 又卡住了 所以後來我都 建議大家買圓的布 比較不會卡住 那為什麼會卡住呢 最大的原因是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 有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 凸凸的這個 就是因為這個桿子 是凸凸的 所以它很容易卡在 這個地方 那布 卡 其實基本上 如果說我在 用這個布 再放進去的時候 你如果習慣是很好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卡住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是把它拉的直直的 這樣 慢慢的這樣 慢慢的這樣 丟進去 基本上是不會卡住 可是如果今天是這樣 一坨丟進去 它一定會卡住 基本上 一坨丟進去的方式 就是它在裡面 纏的時候 像我這樣拿出來 如果這樣纏的時候 它一定會這樣 卡在裡面 就會拿不出來 就會很麻煩 好 那這個布呢 有一些小小的 好 過來呢 我覺得這個布還不錯 是最近 出的布 它是長 這樣子 它是把身體的布 跟脖子的布 縫在一起 那以前我叫學生買的時候 布大概要買兩條 一個是身體的 一個是脖子的 那像這個呢 如果說你是個很小心的學生 你買這個綠色是OK 還有剛剛它那個大條的 是OK 但是你如果是一個比較 容易睡完樂器的時候 趕時間 容易分心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買圓的 好 然後這個布呢 是剛剛把脖子的布 跟脖子的布 跟身體的布 縫在一起 所以它這條布 是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是可以過你的身體 第二個就是 你的脖子可以過去 那過去的時候 它就從這個 同一個地方進去 進去的話 同一個地方出來 就沒辦法整個拉過去了 好 那過來呢 大家也很常見的 清潔的方式 是一個很長的棒狀 有點像雞毛毯子 長得像這樣子 那這個棒子呢 我不太建議大家使用 是因為那個布 那個棒子其實 在我小的時候 就有很多老師 講這個棒子 其實是一個 呃 它算是一個 歐洲使用的產品 或者是一個乾燥地區使用的產品 是因為它是保濕棒 因為我們摳水 錄完的時候 還是在裡面 然後我們把它棒子 放在裡面的時候 它的摳水是保濕在裡面的 那以前我們在歐洲 吹月器的時候 其實吹完十分鐘 放在那邊 不是 吹完的時候 放在那邊十分鐘 它其實拿出來的時候 喇叭口裡面都是乾的 就算你吹得很濕的話 也是乾的 因為它的那個濕度 大概只有二三濕而已 那在台灣用那個棒子的話 你把它塞回去的話 其實很容易發霉 那這個棒子 我是不建議大家使用 過來就是它會容易掉毛 好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通條布呢 就到這邊 通條布呢 有大的 有這種綠色的呢 還有這種 這種 大片的布呢 呃 你如果喜歡 看你喜歡哪一種通條布 那這個通條布的一些 使用上的經驗和大家分享 好 如果呢 你喜歡我的影片 或者是你想要更 知道更多關於 莎士風的 桌邊的訊息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這個 今天這個算是一個 比較冷知識 可是我覺得它很重要 因為 好的不讓你 擦拭的時間 可能從三十分鐘 少到二十分鐘 甚至你五分鐘內 就可以把眼鏡擦得很乾很 很乾淨 很乾淨的意思是 你的口水是擦得很乾的 對 好 那你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在你下面幫我按個分享 然後點個訂閱 按個小鈴鐺 OK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